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 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 小酱之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13种借钱不还的面相 说什么也不能借 现在人们最讨厌的人 是哪种人呢 也许最多的就是 欠钱不还的那种 都说别人借钱给你是情分 并不是义务 可有些人借钱不还 已经成为了习惯 对于这种人 我们要怎么办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借钱给他们 那么借钱不还的人 面相有什么特征呢 今天小酱之就和大家说说 所谓的三尾低垂 指的是眉尾 眼尾和嘴角下垂 这种面相的人 一般性格大多非常的懦弱 为人内敛 缺乏自信 而且沉默寡言 不善于与人交流 人缘非常的差 容易遭人嫌弃 并终注定贫寒 而且内心阴暗 喜欢抱怨 如果借别人钱的话 是不会主动还钱的 如果你去催账的话 他们也喜欢找各种借口 推托不还 还会埋怨他们不够情义 从来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二 眉毛稀疏 眉毛是一个人的责任的象征 一个人的良心好与坏 都可以从眉毛中来区分 眉毛稀疏的人 六亲原薄 直接也说明自身的情义观 也比较淡薄 同时也不是注重别人的想法 这样的人为了钱财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会把道德观念抛着脑后 属于典型的认钱不认亲之人 更会有借钱不还的情况 甚至出卖朋友的状况 三 鼻梁起结 鼻孔外先 鼻头尖 如果一个人的鼻孔外先的话 则财运不好 财气外泄 花钱时也是大手大脚 不知道节制 生活方面比较的拮据 而鼻头较为尖细的话 则大多非常的自私 凡事只考虑自己 而且利益心非常重 喜欢贪便宜 自身聚财困难 手里即使有钱 也很难留住 最终欠钱越来越多 想还也没有那个能力 而鼻梁起结的人 大多情绪多变 翻脸无情 特别的难相处 严重者甚至还会赖账 四 耳骨软 耳伦单薄 内耳高停 如果一个人的耳骨较软 且耳伦单薄的话 这种人大多智慧不足 做事缺乏诚信 也没有什么主见 考虑问题只顾眼前 目光比较短浅 而且耳根子也比较软 容易听信禅言 误信别人的诱导 凡是喜欢斤斤计较 遇到困难就喜欢逃避 而内耳较高的人 一般叛逆心比较重 缺乏忠诚 这种人一般没有什么大出息 借钱后喜欢玩失踪 打电话也不接 找人也找不到 谁帮他们就会坑住自己 五 嘴歪之人 特别是下唇不正之人 嘴巴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 代表着一个人的享受欲和说话能力 如果一个人的嘴巴歪斜 尤其是下嘴唇歪斜的话 这种人大多心机较深 动机不纯 经常脑子会琢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而且特别的喜欢说谎话 说大话 让人摸不清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特别的能忽悠 就连身边亲近的人也会被他们套路 借钱时咋说咋好 借钱后立马就换了一副嘴脸 让他们还钱 也是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后天 但没有一次兑现 六 额中塌陷 眉毛散乱 下巴短小之人 额头中心塌陷的人 一般心智不够成熟 考虑问题非常的简单 眉毛散乱的人 一般性情急躁 缺乏耐心 脾气非常不好 人缘不好 事业也很难有什么起色 生活也是越来越穷 容易借下许多的外债 而下巴短小的话 则比较的自私自利 蓄材能力比较差 存不住钱 借了别人的钱后 整天想的都是如何赖账 即使有钱也不会还 七 眼睛邪视 闪烁不定 眼睛是看人心性最直接的相理 两眼闪烁不定 邪言瞟眼看人的人 则容易有以下几种倾向 自信心不足 心口不一 口是心非 缺乏诚信 狂妄自大 盛气凌人等 一个人如果说话 眼睛忽左忽右 滴溜溜乱转的 不敢正眼看人 心术不正 多有此种相理 小心思 小九九很多 他们只看重利益 没有真诚的交友之心 有需求时 开始会放低姿态 让周围放松警惕 得到自己的好处后 就背弃自己的诺言 如果借钱给这种人 催账 肯定 躲账 找折 说情 示好 各种借口 八 眉毛与眼睛的距离较远 也就是上眼皮比较宽阔的状况 此种情况会有不关心他人的想法 或可会有忽略他人存在的状况 如果本人性格粗暴的话 就会欺凌弱小 因为主要就是对他人的想法 不会上心 偶尔还会我行我素 所以会有孤注一掷的刚愎自用 如果出现借钱不还的状况 或可就是死脱硬赖了 九 面皮薄 但 露青筋 露青筋并不是突出的血管 而是隐约露出的血丝 如果出现在面颊全骨的部位 则此人属于无情之选 待人冷漠 借钱的时候好说好道 如果还不上钱 对你还不一定很客气 即便还你钱 也好像你欠了他一个人情似的 最终都会弄得很不愉快 十 眼小咪放 一般眼小的人都聚光 但心机也多 能出计谋 是出谋划策的良好人选 如果因为各种情况 无奈借钱 但又无法还钱的时候 就会精于算计 无论是躲账找折 还是说情示好 总之会想出好多方式 来对付债主 也就是所谓的水来土掩 兵来降挡 十一 鼻薄翻孔 鼻翼薄而起翻孔的 容易出现难以存财和耗财的状况 一般钱财都会阶段性的拮据 如果出现借钱不还的状况 或可就是因为接东墙补西墙 暂时手头又拮据了 即便债主着多大的急 也得耐心等等 等到他手头宽裕 能周转了以后再说 或可周转给你的钱 还是从另一个债主那里 周转来的 也不一定 十二 四百眼 四百眼的人是很自私的 他们面对生活的时候 经常会做一些 占为己有的事情 借钱本来是欠下了别人的人情的 但是这类人并不这样觉得 借钱的时候这类人倒是客客气气的 但是还钱的时候 这类人就变成了大爷了 这类人经常会做有钱也不还的事情 十三 门牙有豁口 门牙有豁口的人借钱了之后 就舍不得还了 他们借钱解决了一些经济困难 但是当他们赚了钱之后 就不觉得那些钱是别人的 这类人在面对金钱问题的时候 很小气 会忘记别人曾经的帮助 所以借钱给这类人的时候 大家要慎重考虑 有去无回是经常会发生的 遇到借钱不还的人 往往是不幸的 而更加不幸的是 已经借钱出去了 如果发生了这种事 我们该怎么办呢 小酱汁总结了四个方法 至于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往往把钱借给他 以后就如同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而且他们恐怕对你的讨钱招数 也早有防范 不过也没有关系 学会易货置换法 准教他防不胜防 首先注意观察属于欠债人的物品 其价值最好稍微大于 或于所欠钱款等值 之后找个最佳时机 装出没有任何动机的样子 将其借到手 直到欠债人还清所欠债务之前 你也拒不归还 这样就算是亡羊补牢 也不会为时过晚 方法二 借刀杀击法 实在无法直接对付欠债的铁公鸡 那就只能借刀杀击了 找一个和欠债人熟悉的人 当然此人必须和你也很熟悉 然后围绕你的经济困境 对其大诉其苦 并把占用你钱财的欠债人 罗列一番 只在让对方出面替你向欠债人说出 你难以启齿的讨钱话 此法也可以套换使用 直接找到欠债人表述一番 同样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 不过这招需要一定的演技 千万不能被人发觉 你是指脏骂怀 要不然容易弄巧成拙 方法三 以读公读法 对于有些妄性极强的欠债人 恼羞成度的你 又无法用黄世人的讨钱办法 来对付这些昔日的杨白牢 如此一来 难免会愁眉不展 大伤脑筋 其实大可不必 俗话说 以欠人之道 还治欠人之身 编个充分的理由 花言巧语 分门不揣的 约上欠债人逛商场 见到你喜爱的东西 直接开口 向他借钱 他欠你多少 你就借多少 最好把利息也加进去 方法四 动用武器法 对付那些滚刀肉般的欠债人 也许你即使是使性浑身泄入 也依然无效 那就只能动用最后一招 诉诸法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